大家好 今天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 继续有我周天慧和我周庸 主持今日焦点为大家分析今天的时事 首先我们一定要恭喜香港的剑神张家朗 为香港奪了首金 他在东京奥运剑击男子花剑个人赛 涌奪金牌 真是为国为港争光 是 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一定要称呼金家朗 这次奥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香港有两个家朗 一个是金家朗 一个是黑家朗 还有黑衣服的家朗 但我们很公道地说 我们为张家朗开心 亦恭喜他 作为一个城市 我们怎样去reward 奖励张家朗 现在似乎看起来 最少他得到的奖金 有750万万 其中500万 恒基地产 说了会拿500万奖金出来 给任何得到金牌的香港选手 张家朗恭喜你 那你便拿到了 大家高兴为一个家朗 为金家朗 即是金牌家朗 开心的时候 其实也要想想 其实五家朗 黑家朗 黑三家朗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又会搞这些风波 小风波出来 不过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无论如何 穿衣服什么色好 这些就让他回到香港 慢慢再搞清楚 但目前来说 一定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选手 希望五家朗 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一定是要全心全意 为香港去打好这场比赛 我们也想说五家朗 因为他卷入了黑三的风波 其实当中揭示了什么现象 市民又担心什么 我们今天想说说这件事 给大家一些背景 事员五家朗在冬奥作赛的时候 被发现穿一件黑色的战衣 未引有俱旗 民建联成员穆加进就有质疑 然后他就有出post 就谴责他 他也有说到 如果不想代表香港 请选择退赛 这样说 事件一直酝酿 酝酿了之后 五家朗就在他IG上有解释 因为赞助商就约满 所以战衣就没有赞助 所以要自己自备的求医 他就有说到 如果要去申请印有俱旗 求医就需要授权 和需要时间 他就未及时可以做得到这件事 他就说 其实他也不是故意做些什么 我们在这里值得去说一件事 问题就是 五家朗有没有香港队球医 答案是有的 有意思是什么 因为当时羽毛球队 香港大家看到混伤 那两位穿的那件 就是香港队的球医 五家朗有没有这件球医 答案是有的 但是他选择不着 就选择拿一件黑色的衣服 就走去印了个名字 但就不可以印那个驱徽 因为用驱徽你要拿授权 那问题就是 如果整件事是风波里的茶杯 那谁引起这个风波呢 那一定是要说一句五家朗 不过这样 我们说就一定要解释清楚 但是你问我 我就觉得 我的看法 就跟贝昆琦 其他香港队的领队一样 先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你先打好你的比赛 跟着大家才说 他说那套故事 就是有没有道理 今天想说这件事件 就不是说要帮谁 或者不帮谁 不过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说一些公道说话 其实说真的那句 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在2019年6月 反修例开始的时候 你想想去到年尾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走出街 安全回到家 或者安全回到工 即是没有被人突然间打 阻拒 或者 真的 你回到家 你会觉得 好在没有事发生 即是大家 那段时间多长 大家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要求 那把尺 降到最低 即是去到去年 6月30日 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社会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大家就会看到 大家就会觉得 喂 不是啊 社会 可以好的 我们把尺 其实是否应该提高它 提高它 那大家就会说 说真一句 先不要说穆sir 你想想 你参加过国际奥运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 今年香港派了46位 建议出来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参加过国际奥运会 其实那件 是否要做足的 有什么可能可以自己选择 喜欢穿什么颜色 所以当有些事件 尤其是现在 都比较敏感 而且不要忘记 其实不是穆sir自己先说 其实是对面黄型 开始挑起先 网上说 你看五加朗 穿黑衣 黑褲 是这样挑起 所以大家就开始 在网上 大家有一些反应 我又觉得 如果大家把尺 拿回一个正常人的要求出来 我们参加奥运 就算你真的没有sponsor 你是代表香港的 是 你自己都会想一想 是不是 其实他说 没有sponsor 那件事 其实是不通的 因为其实 香港是香港队 是有一个sponsor 所有sponsor 所有sponsor 所有人的东西 如果 据我的认识 就是说 你个人 有没有你自己的sponsor 你可不可以做那件事呢 简单说 你便做回一件完全一样的衣服 如果你是找你的sponsor 做回同样的衣服 但现在不是这样 老实说 五家朗 这件事 暂时 我自己觉得 就不想说太多 这个穆家俊 就被人去砌 出之自己 上了Facebook 和IG 下了他 当时黄盈很多人说 我去砌他 上海生气 他最终有多少个生气 这个值得大家想 到他自己下跌了 就是拿下的时候 是有15000个生气 15000个生气 昨天 就是张家朗 在这儿延长比赛的时候 尤其是8点多的时候 香港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大型的商场 都现场播 现场播 现场播 今天呢 我又看到一些 网上的 就是一些片 这样看 今天看到APM 金家朗赢的时候 大家最开心看到 就是 就是 升趋旗 奏国歌 有人去 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呢 就是其他的商场 有没有这些场面 不知道 但是看到他就得过 可能其他人没有 那我的自己看法就是 一个商场里 有多少人在那里看呢 几百人 网上说 你的黑暴人 就是黑人黄人 几百人 几百人 有多少人出来 就是出声 万五个 那就是可能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基本上 香港人 大部分香港人 是正常的 只是有少数的人 还是黄人 黑人 在那儿搞事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五家朗 就是他 他 即是打比赛 打成什么 拿到多少成绩 大家不知道 大家等他 就是要再 就是休息一日 跟着再打 大家都捧他床 我都捧他床 不是为他用三个问题 而是为了他背着 香港选手 他的身份 去比赛 至于他 他什么时候 他打成什么 大家看 但回到来的时候 我相信整件事 是会有一个 比较公道一点的 就是说出来 大家去决定 究竟他对 还是他错 是吧 这个这样做法 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 应该是以 选手为重 其他事 我们稍等 然后才等回 即是完结了才是决定 大家可能都不记得 其实在2019年 香港女子花剑队 因为他们出战 世界杯埃及站的时候 有三名成员 廖恩惠 郑晓惠 和傅嘉嘉 在大合照的时候 曾举起五一的手势 我不是想提方说 以前发生什么事 而是有职可尋 大家是有见过有些事情发生 所以可能演变到 今次阿克加朗 选择穿一套他自己选的黑衣 的时候 所以阿穆sir 会有一些这样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 你想想 连行会成员 湯嘉华 他也有苦口婆心说 其实事情发生了之后 他也有说 阿朗 我们见过鬼怕黑 所以最好不要穿黑衣 我们是怕黑衣 免得有人看电视心脏病法 加油 等你拿奖 你明白吗 其实不同人可能看那件事 可能有不同 不过我同意 大家应该专心为港队打气 在这件事里面 大家都希望 吴嘉朗 都做好些 如果他好惹 他又拿到金牌 你又拿750万 不过我相信 今次你出来比赛 吴嘉朗很可能 是穿回香港运动员的衣服 我很相信 他会做这件事 但他穿了这件衣服 他打得好不好 这是另一件事 大家留下 看看吴嘉朗 然后打下去的比赛 我们也是为未来的 中国和香港选手 继续要加油 好 今天焦点到这里 大家再见